HELLO 大家好 第一次出一條專訪後感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之前電視播出 我做的一個電影《蜜露人》的專訪呢? 灰色的星塵在糖淚 灰色的心事太瑣碎 如果未看都不要緊 因為專訪可以在William Ma Channel 重溫 連結就放在這條影片下方 可以回頭看 因為專訪時間有限 電視播出的時間也有限 所以還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這次專訪的籌備過程 其實這次可以說是籌備多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早在去年2019年的年尾 公司已經說會安排我做這個專訪 所以在去年的12月尾 已經在蜜露人的座談會 其實看了一次這部電影 原本這部電影就是今年2020年初上映 因為疫情關係 足足等了9個月才上映 回家 回家 回頭的風雨 像是留住我伴 來到9月因為疫情緩和戲院重開 這部電影決定在9月17日上映 電影公司也重新安排專訪 在專訪前幾天我就有機會去看第二次了 我真的猜不到看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感動 在這個時候說少少電影的背景 其實千華在戲中是一個歌女 郭富城就是演金融才俊 因為一次金錢失誤而淪為街下囚 繼而成為了密露人 在戲中千華對誠誠那份愛 看第二次就更加深刻 整部戲其實都有很多眼濕濕位 我就不在這劇透 但故事就真的很寫實很貼地 當你看完在戲院出來的時候 都真的要少少時間才可以抽離到 孤單的街頭沒有街燈相對 以習慣空虛 這部戲除了有千華、成省演出之外 還有很多好戲之人 例如有張達明 達明就是憑這部電影 拿了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 另外還有萬子娘、爆喜靖 另外還有一些後輩演員 顧定軒、吳家昇等等 另外也很想分享一下這部戲的主題曲 叫做灰色星塵 首歌就是郭富城主唱 金培達作曲編曲和監製 郭富城的經理人小美親自填詞 這首歌很好聽也配合到電影 所以我都趁空檔 Cover了灰色星塵的半首歌 唱得不專業 不過有用心試試唱 多牽掛 也正是默默自責我年光 現在戲院開了 希望大家都會入戲院 支持麥露人這部香港電影 用心去感受這部戲當中 台前幕後的努力 以及背後想帶出的訊息 最後送給大家半首小弟Cover的非專頁版 麥露人主題曲灰色星塵 多謝大家 椅粉絲 佔裝著街頭抹架若可歸雖 無法安上 灰色的清神實太累 灰色的街道欠伸墜 感覚女安鉅 孤单的街头没有戒断相对 以习惯空虚 回家 回家 回头的风雨似是留住我吧 回家 多牵挂 也正是默默自责和念关 回家 回来去走灰色的昨天好吗 回家 多牵挂 回家 多牵挂 回家 多牵挂